MVP 曹錦輝 來先發這個第一局第二局 特別是第二局那個時候 遭遇到什麼樣的一個亂流 是我自己情緒的問題 然後我們 我跟捕手之間 要先撮合一下我們自己的那個 投球的節奏 然後討論之後 然後第三局開始就比較順暢一點 是 一點都沒錯 或我後面這個三四五局都是三上三下 不過我們這邊很好奇的是因為賽前 從教練那邊聽來的就是 今天你的用球數設定是70球左右 但是還蠻左蠻右還蠻大的 今天總共投了90球 那到底你到了70球 那時候是四局投完 然後三比三平手 那是教練有問你還怎麼樣 又繼續投了呢 他首先就先問一下我的手臂的狀況 然後我跟他講說還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然後他就說那我可不可以投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繼續再投那一局這樣子 對喔 那然後呢又繼續投了80個球 六局都投完了 是 那還要繼續投 那我們現在就看到你這個 熱身嘛 還在出來熱身 六局下半 如果沒有得到那三分 沒有超前的話 你還要繼續投喔 我一定會繼續丟 因為他們說 但是我問了手臂的狀況 我的狀況是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 所以我答應他們說我一定可以 然後他們說如果有得分的話 我就不用下去了 那種 哇 不過我們真的是還滿 滿 值得先發 那你現在手的情況 因為我們看你這個第六角色好像有點在甩手 對 讓我的肌肉放鬆 對 那現在目前手的狀況之下覺得還好吧 還不錯 還不錯 哇 你真的是非常重要 不要真的為了這場比賽 不過那個鬥智是不是也支持你 像今天又滿場那麼多的球迷 對 對 讓你又繼續投 不然應該七局 對 七十球應該會就要休息了 差不多啦 因為我之前 在二軍也有丟到差不多八十格嘛 對 對 應該還是有那個量 是 好 那這個 要特別問一下你對決張泰山 是 我把泰山的 泰山超悶的 兩次三陣他 一次讓他打雙殺打 對 那你自己也很激動 談一下怎麼樣跟泰山對方的四棒主炮 來對決的過程 我知道泰山 他在鎖定我的直球啦 嗯 然後 我今天的直球的狀況比較好 所以我就跟他 跟他拚內交球這樣子 對 然後 我已經比較好的關係 所以才導致他 揮棒速度比較慢一點這樣子 所以就跟 我這幾天又去觀察他的 打擊的那個習慣 是 然後就往他的 這幾天的狀況 所以就往他的那個 比較弱勢的方向去 去攻擊這樣子 是 不過真的是令觀眾看著血脈噴張 男子漢的對決 因為你知道他鎖定你快速球 你還是用快速球跟他拚 嗯 對 在未來你跟泰山基金的對決 一定會引起一段的佳話 非常非常精彩 他應該還會再更研究我的球路 然後再想 對啊 以後看一下他的棒子 到底能不能跟得上你的球速 應該 應該可以 那到時候我再做其他的那個轉變 就好了 想辦法再來給他 好最後呢還要請這個小曹談一下 就是最後 大曹 曹大帥這個救援的時候 你自己心裡面呢 有沒有也還蠻緊張的 有 非常緊張 可是他最後還是完成他的任務 所以 非常高興 好 好 那最後呢要請曹幾回談一下啦 終於 過了十年 我們知道你一九九九年跟洛基隊簽約 然後那時候你才十八歲 之後兩千年去國外 然後現在十年再回到台灣 在那麼多的鄉親台灣的鄉親面前 一軍投球了 那 談一下你的感想 也跟相米啊 跟台灣的棒球迷來講一些話 嗯 非常的興奮啊 然後也非常的開心 然後希望 球迷能夠繼續支持我們的球隊 然後我們的表現一定會再次感動你們 是 你有沒有感受到台灣球迷的熱情 有 有齁 真的有 也希望曹錦暉呢 在未來能夠帶給我們球迷更多更多的感動 也希望你真的好好保養你的手臂 要再用十年再用二十年 都有這麼快的球速啦 是 好 謝謝你繼續我們採訪 謝謝 繼續加油 謝謝曹錦暉 好 怎麼樣請觀眾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再來進行球迷時間 謝謝 謝謝各位球迷到場替我們加油 雖然說我們這陣子 連敗很多場 我們今天終於贏了 今天我真的很高興 希望秋迷以後還能夠繼續的為我們兄弟隊加油 我愛你們 謝謝 喔這是曹錦暉喔 再次